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首先来看到文化新传奖在花莲具有崇高的指标性意义 24号在县福大礼堂举办花莲县110年度文化新传奖颁奖典礼 本届由王威志作家荣获新传奖 从县长徐正伟手中接过奖座 象征着花莲一文 星火代代相传 县长徐正伟也感谢历年的得奖者 深掘花莲的文化及扎根 文化新传奖在花莲文艺界具有崇高以及指标性的意义 并且在花莲新政府大礼堂举办花莲县110年度文化新传奖颁奖典礼 而这些由王威志作家荣获新传奖 花莲县文化局新传奖自民国80年办理资金 以及迈入第31个年头 新浪徐正表示 这两年有新传奖的资格以及要求更加提高 希望每一年产出的花莲的桂冠 花莲的文学甚至是新传的奥斯卡 每一个人的出身 以及每一个人的生活阅历经验 以及他的学术素养涵养 让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 杨莫老师这边汲取一点 哪一些汲取一点 然而 王威志老师汲取的 哪一点内化成什么 出来抒发的是什么 和徐正卫汲取一点内化而来 抒发的或许会截然不同 所以这就是文学很奇妙 很深奥而且很迷人的地方 所以我要再次谢谢所有新传奖的哲主 你们为花莲做下了非常非常多文化扎根 以及文化的深掘 还有属于花莲的文化建设 这一张作品文化就在现场典型当中 不止加入巧思 招出自身在山林的视觉感受 王一志先生分享得奖的感言表示 首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就学期间 老师的博学以及热情 让他在自身知识 以及诗言上获得相当多的刺激 过去受到书本上的 资养和面对面的教导 更多是借由阅读 以及前面们的作品吸取养笨 从而练化成为自身的东西 接着就会 欢迎收看